在户外活动时,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 对于需要使用轮椅代步的人士来说,上下交通工具可能要花一点功夫 很多人以为协助长者从轮椅转移到计程车时,应先把脚踏进车厢内 其实这样会增加困难 长者应面向车外,臀部先坐入计程车会比较容易 上计程车前,先预备好轮椅 在把轮椅推进计程车门旁边时,把所有可以拆除的组件尽量拆去 包括活动式脚踏和扶手 然后把轮椅尽量贴近计程车身 放好轮椅后,记着要锁好轮椅 还记得之前从床上转移到以上的技巧吗? 在狭窄空间,我们曾介绍的正面协助方法 护老者把双手穿过长者肩膀下的位置 放在长者上背部的肩胛上 尽量靠近长者,同时保持腰背挺直、收腹、扎马步 要与长者取得默契后,之后发号施令 一、二、三 如之前教授的方法,承托长者肩膀位置 护老者一脚尖指向目的地,即是计程车座位 而另一脚尖指向轮椅 转移重心的同时,把长者转移到计程车座位上 要先协助长者臀部做好 记着要小心长者的头部 不要撞到计程车门边 接着,护老者才把长者双腿放进车厢 留意在整个过程中 护老者都要保持腰背挺直的姿势 尽量减少弯腰或转动腰部 就算在协助长者把脚放入车厢时 也要保持腰背挺直 让我们重温整个过程 有点赞andy 要热乱 放入车厢 就不得很烦 做得好 用炼牛 除脖子 当长者上了计程车后,护老者可请计程车司机协助,把轮椅放好在车尾箱。 若轮椅可以折合,便先行把它折合好,并把轮子锁上。 要谨记,折合轮椅时也要扎马步,保持腰背挺直,先把轮椅放进车尾箱。 护老者和计程车司机同时做出扎马步的姿势,一脚尖指向目的地,即是车尾箱。 然后大家拿着不能拆除或移动的支架部分,例如轮椅车身或已固定的轮子位置,同时挺腰、收腹、扎马步。 护老者发号施令1、2、3,同时抬起轮椅,把它横放在车尾箱内。 至于把轮椅从车尾箱取出的方法,是和把轮椅放上车尾箱的做法相反。 我们可以看看整个过程。 取出轮椅时,挺腰、收腹、扎马步。 一个脚尖指向轮椅将会摆放的位置。 当取出和打开轮椅后,把轮椅尽量贴近车身锁好。 协助长者往外坐一点,坐到计程车座位边。 转身面向车外,脚先放在地面,一只手按着座位。 护老者以正面协助的方法,协助长者从座位转移到轮椅上。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计程车或私家车,坐轮椅的长者还会利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例如公共汽车或港铁。 究竟他们上下这些交通工具的时候,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呢? 乘坐港铁时,护老者应选用自动开关的宽阔闸门出入, 然后以升降机上下月台。 出入升降机时,要注意升降机是否与地面呈水平。 若差别较大时,可参照上下台阶的方法出入升降机。 若出入口没有升降机,护老者可联络职员。 使用轮椅梯级升降机或轮椅爬楼梯机。 到达月台后,便可以使用月台职员所提供的活动折板进入车厢。 要留意部分车厢特设有轮椅停泊位置。 轮椅可横向车厢停泊,并应锁好。 乘搭公共汽车,护老者可要求车长协助。 使用鞋台进入车厢,然后把轮椅推进去。 进入公共汽车车厢后,护老者应把轮椅推到预留给轮椅摆放的位置。 依照指示放好轮椅,并把轮椅锁好。 然后用安全带固定轮椅。 至于富康巴士,可利用升降台上下。 有关服务资料,也可参考本光碟第七部分的社区资源资料。 是否会移舍干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